老闆 我们这儿不收现金 只能扫码 我是老年纪 拒收现金 违法 关你屁事啊 看 他下一条是啥还是 哦 我是律师 那你不知道 抄袭他人作品也是违法的吗 呦 张绿 别那么小气吗 我们也只是在二创而已 抄袭他人作品 已经侵犯了著作权 气大点事 谁管啊 我管 我已经成为抖音议计评定 第一批评审成员 对于你这类搬运 抄袭内容的行为 我们绝不呼吸 你的水果好了 好 找你十块 宝贝 五加五等于几啊 等于九 应该再找哥哥一看 小朋友 你看哦 哎 答对了 真棒 哥哥给你 小朋友 这是五 这是五 对啊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十 这鱼不新鲜 别吃 老板 接账 今天我请别误会 朋友送的优惠券 只要过期了 可我昨天才买 优惠套餐是限量的 而且今天已经卖完了 这一点优惠券上并没有进行说明 拒不提供服务 欺诈消费者要三倍赔偿 算我倒霉 发票 用了优惠券就不能开发票 除非你们放弃优惠 拒开发票 可处一万以下罚 你吓唬谁呢 我就不该怎么拉 我建议 多打一次举报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